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竹子 进化之星活动预热前已经正式开跑了 除了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部分加倍内容还有详情之外呢 活动相关新开跑光之季节的特殊调查 新增田野调查,收藏加挑战 以及活动礼盒包等资讯 就在该次的影片来跟大家做一个更新以及分享吧 众所周知光之季节新阶段的特殊调查将会随着进化执行活动同时开放 我们稍微先来看看目前新的特殊调查故事的一些阶段以及任务目标吧 第四阶段要求训练师们捕捉一只宝可梦 有789点的训练师经验 25颗科斯莫古糖果 3000训练师经验 然后1000的星辰 第五阶段的话完成5次 天野调查有天平偶 强化宝可梦十次有遭遇海星星 进化科斯莫古的话有1000星辰 阶段奖励有25颗科斯莫古的糖果 1000训练师经验 750点的星辰 第六阶段要求训练师们完成10个天野调查任务 可以遭遇小灰怪 强化宝可梦十次可以遭遇海星星 行走5公里可以遭遇麒麟奇 阶段奖励有25颗科斯莫古糖果 2000训练师经验 750点的星辰 第七阶段方面 训练师们需要与伙伴赚取15颗爱星 有遭遇齐鲁利安的机会 复旦方面有遭遇海星星 捕捉20种不同种类的宝可梦 有25颗的蓝白球 阶段奖励有10颗红白球 3000训练师经验 以及1500点的星辰 第八阶段方面是等待维罗博士更新 也就是还未开放的 那分别有789点的经验 然后50颗的科斯莫古糖果 3000训练师经验 以及1500点的星辰 再来看看进化之星期间新增的铁调查肉目标 以及奖励方面 其中包括捕捉三只伊布 有20颗伊布糖果 进化一只宝可梦有500星辰 进化三只宝可梦有2000星辰 强化宝可梦方面分别有化石翼龙 电龙 带兽以及大钢蛇的25点超级能量 强化宝可梦七只方面有七夕青鸟或是暴鲤 25点超级能量 旋转十次补给战或是道馆 转盘方面呢 则有各种进化道具 旋转补给战或是道馆 25次有神奥时 然后旋转补给战或是道馆20次有核重时 再来是活动期间新增的收藏家挑战方面 伊布挑战相关的分别要求训练师们 把伊布进化为水精灵火精灵或是雷精灵 奖励方面分别有升级数据或是金属膜 再来是把鬼思通进化为根鬼 或是把永吉拉进化为弧帝 也是有各种进化道具 再来我们有麻麻小鱼进化为麻麻曼 烛光灵进化为灯火幽灵 则有核中进化石两颗 独角犀牛进化为砖角西兽 小山猪进化为长毛猪 拉鲁拉斯进化为奇鲁利安 叶熏灵进化为彷徨叶灵方面 则有两颗神奥进化石 再来看看活动相关的各种礼盒包方面吧 首先有实习生礼盒包方面 售价为499匹币 那里面有各种进化道具以及凤梨莓果 这礼盒包估计不太实用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花费匹币去购买实习生礼盒包 基本上该一些进化道具都可以从刚刚所提及的一些调查任务里面 亦或是收藏家挑战里面入手的道 再来我们有海海者礼盒包 售价为1200匹币 那道具上是蛮实用的 分别有复旦器啊 然后星星碎片 以及就是团战入场券等等 旅行者礼盒包方面售价为1900匹币 除了有复旦区域之外呢 内容还有喧香以及宝分 标准团战礼盒包方面售价为525匹币 除了有入场券远程团战入场券之外还有复旦器 超级团战礼盒包售价为1375匹币 有大量的一些入场券远距离团战入场券 铁凤梨莓果还有就是幸运弹 最后我们有高级团战礼盒包售价为2200匹币 那可以入手到的分别有大量的入场券 还有就是星星碎片以及复活药剂 好了以上就是有关今日正式开跑进化资新活动 相关的一些补充资讯以及详情 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之后的言论呢 结果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喜欢对我们说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接下来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